这只小猫只是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哭叫了几声 就被它的邻居这样对待 当小猫的主人找到它的时候 小猫已经精疲力尽了 养过小猫的人都会知道 自己的小猫被别人这样对待 真的太让人心疼了 在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下 小猫是对我们没有多大威胁的 如果不喜欢它 把它赶走就行了 没有必要对它们下这么重的手 它的主人已经给小猫洗漱了二十多遍了 还是没有能彻底洗干净 看得出来 它的邻居是想把小猫糊活折磨倒死 小猫糊活动 小猫糊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不让小猫再跑去邻居的家里 他的主人也只能把小猫关在了家里 看到这里的朋友 你会为小猫的事情去讨回一个公道吗 小猫的事情去讨厌